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九爷 您这是发的哪门子火 我发哪门子火 你们还不知道吗 我袁某的女儿嫁给她 那是抬举他们张家 这倒好 假装让人给退回来了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为什么不拦在门外 等小姐知道了 还能送回去吗 气得我都牙疼 九爷 您要保重身体啊 保重身体 我保住得了吗 我告诉你 这事没完 当初 我们家静如要嫁到他们家 我是不愿意的 现在倒好 他们不愿意 我还嫁定了 你们听着 马上去重新办一份嫁妆 比原来的更好 更漂亮 我要亲自送到张家去 我听说 张老夫人还挺厉害的 好啊 我明天带上嫁妆 亲自去好好会会她 是 赵爷 我们走 走了 赵爷 我们走 我看 我看原姑娘确实有您当年的风范 但愿她能就此把守 我看未必 下班了 大哥的丧事还没完怎么穿成这样 还不赶紧换了 这怎么了 真是 我跟你说 你可不能要求我像你大嫂一样 叫我穿重效 你啰嗦什么呀 换他吧 是不是 在公司里干得不顺心呀 你手下的人可都是你大哥用过的 他们有没有为难你呀 公司干得倒是挺顺的 生意也不少 只是我听说呀 日本人看上了我们的公司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是吗 那日本人想干什么呀 日本人当然是想把日本的货运到中国来了 哎呀 我也不管那些日本人 我呀 只希望你平平安安的 说不定啊 你妈哪一天 真的让你当总经理呢 你看你又瞎说 就这么干不也挺好吗 你看你看看 你这窝囊劲又上来了 哼 老太太这么说她 就是叫你不要管这个事儿 这多一事儿啊 不如少一事儿 小姐啊 你就罢手吧 哎呀 远妈 不是我不想罢手 是老爷的死因一天不查清楚 这张家的人啊 就一天不会相信我 哎呀 你别听其他人嚼舌根子 哎 这样张少爷相信不就行了 哎 别提紫青了 自从我来了张府 都没见过他几面 哎 谁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毕竟 死的人是他的父亲 哎 哎 小姐 你要去哪儿啊 我去问问紫青啊 她到底是怎么想的 哎呀 别去了 你忘了 上次你去找少爷 被老太太说了的事儿吧 有什么事儿啊 就明天再说吧 啊 哎 真够悬的 差点啊 就叫他汉昌了 还好 那探长没听出来 哎 你们俩长得可真够像的 就像双胞胎一样 好了 哪那么多废话呀 出来了就最好了 回头见了人家 别忘了说声谢谢啊 哎 哎 我是下面 你去上面啊 行啦 我每天都睡这儿都习惯了啊 好好行行 你睡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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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放心吧 啊 奶奶 妈 锦麟 你怎么没去上班啊 以后让紫青首领就行了 妈 不要紧待 可公司不能没人呢 我知道了 老夫人 老夫人 这位郑小姐要见少爷 老夫人好 袁小姐好 嗯 找紫青有事啊 是的 老夫人 嗯 嗯 嗯 正小姐啊 有空就找紫青来玩玩 找紫青聊聊天 最近她呀 烦心的事挺多的 看着你们能聊到一块啊 我们也挺高兴的 嗯 我会的老夫人 好啊 那你们聊吧 啊 聊吧 你们聊啊 聊吧 嗯 你怎么来了 哦 我想你去我外公家一趟 去干什么 上次会议被破坏了 我知道 你一直对我心情怀疑 我 你别解释了 谁叫我八点之后才去开会呢 就连那张纸条 也被我撕碎扔进黄埔江了 上次 你让我通过我舅舅调查 现在有线索了 是吗 嗯 那走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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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你 小凤姐 吓死我了 不给你开个玩笑 把你吓成这样见鬼了 小凤姐 我跟你讲 我真的见鬼了 大白姐子 你说什么胡话呀 我没说胡话 昨天晚上 太太受了风寒 我去厨房拿姜汤 我经过院子 随处忘了一眼 天哪 我看见一个人 那个人啊 好像是老爷 什么 你看见老爷了 不可能吧 别是你心里害怕 自己看光了眼了 真的 我真的看见了 老奶别吓我自己了 这大白天哪 哪来的鬼啊 我真的看见了 哎呀 外公 舅舅 你们俩过来 把事情跟他说清楚 说呀 哎呀 张少爷 我这外孙女可真会缠人哪 也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了 一定要我证明他那天下午在干什么 那天下午啊 他一直在这儿帮我配药 忙到了七点多 饭都没吃就急着走了 哎呀 我这外孙女真会缠人是不是 你也嫌烦了吧 外公 哎 哈哈 张少爷 那天抓的那些学生我可全都放了 啊 我们家心仪叫我查是谁告的密 这事儿我不能明着查 通过我的暗中调查 发现告密的是个男的 男的 我说张少爷 我知道 那天撒传单的事儿跟你有关系 那些学生的事儿你也脱不了干系 我也知道小日本是可恶 可是 我还得在警察局混饭吃 上风的命令我不能不执行啊 求你了 以后啊 别在我的地盘闹事儿了行吗 哦 谢谢你顾探长 哎 外公顾探长 家中有事我先走了啊 替我向张老夫人问个好 请他多保重 是啊 我会的 那我先告辞了 好啊 外公 舅舅 那我先走了 嗯 路上小心啊 哎 爸 嗯 这下你可放心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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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啊 我没有骗你吧 嗯 其实我打心的 做了 그냥 嗯 嗯 哎 对啊 对今天 sun做技想怎么办 很顺利 只是 现在有很多药品和物资 没有地方存放 而且 还有设法及时送走 这的确实问题 我家虽然有码头和仓库 但是鱼龙混杂 为了安全情节 我想 这两天我要去趟西趟 那里毕竟是我老家 一通偏僻 而且 物资可以从那里直接运走 好吧 现在你家里事业多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尽管开口 芸萧姐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小枫 大老爷 他有没有得过心脏病啊 这个嘛 我也不太清楚 那行 那你去少爷房里看一眼 如果他回来了 请他来一趟 月小姐 少爷应该还没有回来 你怎么知道的 我刚刚路过少爷的房间 我看见房间里的灯没有亮 不信啊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呀 那好吧 你先回去吧 是 小姐 你看见了吗 这张家的丫头啊 被老太太管教得猴情猴经的 根本哪 别想从他嘴里探出什么事来 我自己去一趟 又去哪啊 我跟你说 我们这次回张家 别人都是斜着眼睛看我们的 这可不是在咱袁家 不能由着性子来呀 好了 袁妈 你放心 我有分寸的 老爷 老爷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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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袁姑娘 你不该再来这儿 我 何叔 我为什么不可以来这儿 袁姑娘 你到张家的时间短 还不了解张家的家规 张家的家规明确规定 所有张家的人 没有老夫人的允许 绝不能接近鬼屋 否则 家法处置 原来是这样 那何叔您呢 我听老夫人的吩咐 袁姑娘 请回吧 大老爷 可以出来了 大老爷 大老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郑小姐和子清倒是挺般配的 妈说的是 我也是这么觉得 这是袁姑娘她 啊 袁姑娘的事不能操之过急 应把她赶出张家 恐怕会适得其反 只要子清能和郑小姐多来往 按照袁姑娘的性子 她会知去离开的 但愿能像妈说的那样就好了 老夫人 老夫人 那 妈 我先走了 去吧 走好 老夫人 袁姑娘又去鬼屋了 哦 这姑娘倒是挺执着的了 没出什么事吧 没出什么事 幸亏老长及时发出了暗号 我总算被袁姑娘打发走了 哎呀 哎呀 子清要是能像袁姑你这么能干就好了 哎 少爷也不是不能干 只是缺少历练 我想尽快让子清接手公司的事 你先去安排一下 是 我看大老爷也不能在鬼屋里长呆了 万一要再发生点什么事 哎呀 这都是春天了 怎么还这么冷啊 哎呀 操心的事太多了 锦臣现在是个活死人 一时半会儿不能出来理事了 哎呀 这什么事都对我这个老太婆顶着 我这把老骨头还能顶几天呢 哎 要是他在 哎 有他的消息吗 我一直在查 到现在也没消息 是啊 不容易啊 都四十多年了 挺好的 有什么事 好险啊 老爷 上次就差点让袁姑娘撞上 没想到她又来了 今天要不是何叔挡着 不定出什么乱丶了 何叔 何叔 你小子就知道说何叔啊 不能说点别的 老爷 老爷 其实 我是说 袁姑娘老盯着这里不放 万一 我想到了 我们设法把袁姑娘的注意力 引到何叔身上 让她对何叔死缠烂塔 我们来一个左山观后斗 高 老爷实在是高啊 其实我早就看不惯何叔了 您看他虽然是个总管吧 但也是个下人 可看他那劲 好像根本就没把老爷您放在眼里 咱们 走着瞧 咱们 走着瞧 再来点吧 怎么啦 小姐 你看来醒了吗 府中一单室 只问看门人 这写的什么呀 喝出来了 给您倒酒 老长师傅 喝酒呢 杨姑娘 是您哪 您有什么吩咐 我不会打扰你喝酒吧 不会 不会 您坐呀 您是少奶奶 我是下人 在您面前哪还有我的座儿呢 您看您这话说的 这是您的地方 您才是主人 再者说了 我也是个没入门的少奶奶 算不上主子 没过门也是少奶奶 只要订了婚的 那就是张家的人 那就是我的主子 老长师傅 您还是坐吧 坐 那好 我坐 这些都是给和叔准备的呀 和叔呢 就喜欢这口 每次寻夜到这儿啊 他总喝两杯 你们俩还真是铁杆兄弟呀 这些是多喜好 这些是多喜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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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朵 对了 老常师傅 我有件事情想问您 您说 您有没有听说过 老爷生前 得过心脏病啊 那都没有 啊 我不知道 那在老爷去世的当天 您有没有看到 或者是听到什么 我什么都不知道 那张家的鬼屋 到底有没有人住啊 那那都没有 谁敢在那儿住啊 何叔 阿瑟 有情况吗 没有 走吧 老常师父 我可是受了高人指点的 要是没有什么来由 我也不会来问您 袁小姐 我已经是半截如土的人了 您就让我过几天 何叔 我 你怎么在这儿 我顺道路过 所以在这儿歇歇脚 歇歇脚 时间不早了 你该回屋歇歇去了 老常师父 您走好 您走好 袁姑娘 何叔 我 我可什么都没说呀 我 没说 妈 你喝茶 你也住不下去了 这 出什么事了 大老爷 事倒是没出 我怕是有人盯上我们了 下人中只有老常知道大老爷的秘密 可原姑娘偏偏找上了老常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也许是偶然吧 不 绝非偶然 原姑娘定得太紧了 我怕秘密泄露出去 现在我们张家欠帮会一条命 帮会要是知道了大老爷没死的事 这会引起轩然大波啊 那老爷岂不是要躲一辈子了 杰尘哪 你去西堂闭下日子吧 去 去西堂 妈 您看 儿子闯了祸 自己跑去西堂 把家里一大餐的事儿扔给您 这 儿子于心不忍哪 进来吧 叫你去西堂 妈也是不得已啊 现在张家内外好多双眼睛盯着 万一有个闪失 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现在 快午期了 福灵旧回香虽说急了点 可还算明正言顺 到时候让和叔准备一下 苏贞啊 您也一起去吧 还是妈想得周到 妈 您放心 我会伺候好老爷的 嗯 好 那我听您的 好 那我先回去了 哎 妈 您走好 哎 我说啊 和叔让我去西堂 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去西堂 总比待在这鬼屋好吧 哼 和叔早就想撵我走了 这下可好 这个家啊 全都归了和叔了 哼 那 老长啊 谢谢啊 留步留 好 回去吧 保重 好 来来来来 老长啊 这次回家啊 多多些日子 好好陪陪家人 等这事过去以后啊 我再去接你 和叔 我的命 都是您给的 我是不会坏您的事儿的 老长啊 嗯 我们俩是过命的兄弟 我信不过你 还信得过谁啊 是不是 嗯 啊 回家安心呆着 啊 和叔 您留步 好 好 我走了 那我就不远送了 哎 我走了 好 路上多加小心啊 嗯 再见 哎呀 好了 好了 把大哥送走以后啊 我就可以穿漂亮衣服了 你这个衣服 还不够漂亮 嗯 这衣服有什么好看的 这么难看的衣服 口红那么红 我看你一会儿 怎么去灵堂 嗯 我等会擦掉一点就行了 嗯 我等会擦掉一点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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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我怎么觉得 这事有点 不对劲 什么不对劲啊 大哥为什么那么早就送香下去了 哎呀 送了好啊 早晚又送的 办丧事 办得我骨头都松了 我是说 这事怎么就那么突然 哎呀 这么简单的事有什么好琢磨的 你想啊 大哥送香下去了 大嫂自然也到香下去了 这么大一家子的事 要你来当家嘞 你又瞎说 老太太的心思 我琢磨不透 你有什么好琢磨的 走走走走 快点走 哎呀走啊 快点走 少爷 少爷我可找到你了 你这几天去哪了 家里人都急坏了 怎么了 老爷今天出病哪 怎么这么快 子清 怎么了 来来 来 先坐这儿 来 怎么了 你们电台遭到破坏 杨姐为了养活我 牺牲了 小赵 快送医院 送医院 那家里边 哎呀救人要紧 对了 你去法足这医院 那里安全 你先去 我办完事去找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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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老爷 老爷 你死得好惨哪 你死得好怨哪 姐姐 别太难过了 好重身体啊 姐姐 不要注意身体啊 请坐这儿放心 我一定保护好电台 好 我马上去办 七零楼 你死得好 你死得好 大姐 保住 姐姐 你别太难过啊 回家吧 你死得好 紫青在忙些什么呀 怎么不见他 给他爸送行啊 少爷在外面事情多 昨天晚上就没回来 大概 他不知道今天 是老爷送行 那为什么不找到他 哪有父亲出病 儿子不送的道理的 这万一要让人 看出破绽来 以后办事要周全一些 是 这锦臣的事啊 就到此为止了 我现在最担心的 是公司的事 我明白 我立刻排老马 把少爷找回来 以早不宜迟 三天后 我就让祖卿接任总经理 嗯 你怎么才来呀 老爷已经出病了 你怎么才来呀 小凤 我有事情想问你 为什么武器还没有过 就把老爷的灵鹫 送回西堂了 这是太太在庙里 求得黄到吉日 那紫青呢 紫青为什么没有来送灵 我不敢 小凤 小凤 要是原姑娘问起少爷的事 你就说 就说少爷不想见他 好 小凤知道了 你说呀 少爷连家都不回了 肯定是躲着不想见你 你 你 好 少爷 少爷 你今天真的要走啊 事关简介 不得不走 可是 好了 今天的事你都看见了 我只希望 你不要告诉别人 我知道 少爷 你也要当心哪 我只担心 万一家里再出什么事 怎么办 家里如果真的出事的话 你就再去找上次那个小兄弟 哎 这次可不比上次 万一 我就走三五天 很快就回来 你先等会 我去取东西 哎 哎呀 少爷连家都不回了 肯定是躲着不想见你 小姐啊 我知道你心烦 可我还得说你几句 打一开始啊 你就不该进着张家门 这不明摆着嘛 人家把嫁妆都给你退回去了 你 哎呀 你说是为了张少爷 行 可你见过少爷几回啊 他心里怎么想的 你知道吗 元妈 你就别说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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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συν 子卿 光阿山你好比天阿桑昂月为其好 袁姑娘 二太太 袁姑娘 袁姑娘 子卿不在 好多天都没回来了 她现在这么忙哪有时间陪你啊 二太太 那子卿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呀 你不知道啊 这就奇怪了 她现在要当总经理了 明天就要开酒会了你不知道 总经理 我爱你 我爱你爱你爱到底 我爱你 我爱你爱到忘了自己 天旋地转全都是你 我爱你爱到忘了自己 又让我開心 仍然上相满后 沾上我的膝 来生也要和你在一起 我爱你爱到忘了自己 天旋地转全都是你 愿那熊熊灭火沾上我的心 爱心也要和你在一起 永不分离